朱賢,因為現在其實蠻多年輕人會覺得說 你侯友宜這個政策都說得很好聽啊 滿嘴的居住正義 可是另外一首凱旋苑的部分 租金一直漲耶,朱賢 這個凱旋苑的問題 我們現在社會也說很多 我因為他就是三體 老公拿給我,這不是我的,這是我母的 他母後頭子的啦,大家對啦 我沒有要做什麼,再來大房東推給二房東 我就做出了,這跟我沒關係 他在殺人耶 都殺殺人,再來,就不合理嘛 其實現在也有,但不合法了 不合理推,說法律都陰準 這中間的過程要講清楚 就推掉了,你現在看的 其實他結婢一婢就好了啦 一婢天下,沒有人輸就是這種 但是... 他覺得之前選舉已經過關了 我們就選民的角度看 其實尤其跟那個賴清德做比較 一比照之下很諷刺 我建議國民黨,也要去替一邊 怎麼說 他是加害者耶 居住青年高房價的加害者啊 你看一百多間,今天不要弄那麼貴 賴清德是受害者,他那個控工廟 擦工廟,台北市政府 新北市政府,沒有處理 不知道什麼新聞搞不清楚 賴清德的家庭 他是被害者 這如果再炒下去,其實會上流共批 大家想說,怎麼會跟共批的關係 共批說那個無產階級的專政 發七十年八十年 結果你看台灣一個擦工的後生 可以從底層一直爬 爬到現在選總統 而且可能會選上 共批那邊做不夠 所以證明台灣的民主 已經走到一個深化到一個程度 不過我要這樣說,這是我個人意見 我覺得台灣的選舉選到後來 譬如說大家都在看 總統就在他們家有違建 外大間 都在看房地傘 這實在是有點毛病 說實在,你選總統應該說國家的政策 國家大政,政策哪邊有問題 該左一點還是該右一點 應該吵這種問題 因為都吵到家裡面的事情 就是有點變態 那麼以這個 以公的角度來看 我覺得何友宜也沒有直接說話 我常常說溫仔淳 新北市五谷新莊那個溫子駿的那個 那個溫子駿總共會有六百公頃的地收回來 那個新北市這種都何友宜在當政 他就能收到 說差不多四百公頃 對,他有六十 價值多少你知道嗎 價值兩千兩百幾億 他對新北市,不要說北市 新北市居住的青年的那個租屋補貼 做了什麼 到現在2.0 有很多東西可以做,他都沒有做 他做館長 他也不用孫總統做市長 他對這個部分也沒有著墨 公共領域他也沒有去幫忙 自己輸贏他現在就是一個加害者 就是居住正義的加害者不是嗎 北市看這個不會看你到底怎樣怎樣 他拿到一清二湊 我覺得你跟他回這個 他自己一問三不知 他說他都不知道 這個你反而罵不過他 你就應該做比較 越清潔他們是欺負的 他們是同欺負的 這樣聽不懂 嗯 嗯